大家好, 又到了我煲湯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煲这个家常的汤水 就是粉葛红萝卜煲瘦肉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粉葛一斤四两 红萝卜一条, 瘦肉半斤 蜜棗三粒, 陈皮一个 粉葛今天多了一点 因为我买粉葛最好选择 很大条的粉葛来买 它就比较老身 煲出来的汤就会甜点 它又会有功效 例如颈感肥痛 或者分离颈 煲这个汤水就有舒缓的作用 尽量选择大条一点的粉葛 不过大条一点的粉葛 它通常都是切开来买的 有时就没那么准 一切就 比如你想买一斤 有时会变了一斤多 都不要紧了, 多一点都不要紧了 还有这个粉葛 它是未批皮的 如果你有些双熟的档口 可以帮你批皮 那就最好了 因为都很难批一下 红萝卜我就去皮了 瘦肉也飞好水 等我处理材料再和大家说 好了 好了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滚水也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煲汤 我们就加些材料 粉葛 去皮洗净 切好了 那就加进去煲 大火煮滚了15分钟之后 转小火煲过半钟 那就OK了 好了 汤已经煲了过半钟 已经煲好了 加了少许盐调味就可以喝了 这款又简单又好吃的 家常汤水粉葛红萝卜煲瘦肉 大家不妨试下